日前中共透过修宪为习近平未来的无限期延任铺好道路 这个消息听在川普耳里是新鲜不已 美国CNN根据取得的录音档报道 川普三号在佛罗里达州自家的海湖俱乐部 举行共和党的募款午宴时 赞美习近平是伟大的君子 还说他是百年来最有权势的中国领导人 川普也提到他去年11月造访中国期间 受到习近平盛情款待一事 川普也对于习近平近来巩固自身权力之举 表示欣赏之意 他也说习近平现在是终身领导人 他很棒 我觉得这很不错 也许有一天我们也可以尝试看看 此外川普也在同一场演说中爆了不少料 他不只批评他在2016年总统大选的民主党对手希拉蕊 也再度重申他认为调查系统遭到操纵 并外他也说入侵伊拉克是史上最糟的决定 还说前总统小布希是另一个真正的天才 以上是新闻时事报记者留心的整理报道 这次是谁也认为调查系统遥运的民主党 也许有点子